这个非洲村落 女人负责盖房子 做饭 带孩子 照顾家务 而男人主要工作呢 就是晒太阳 我这是惊掉了眼球 兄弟们 我是李清勇 现在我在布吉纳法所的凯瑟纳村 昨天我们看了 我眼中最爱的洞穴房屋 今天呢 我们看看 这个房子是怎么建造的 哇 现在是个马达姆的集会 这基本全是马达姆 这边的马达姆 在修建一个新的别墅 大别墅 这个大别野 这个什么做的呀 这个手感很冰凉 就像摸起来像岩石一样 上面有像这个 滑石粉一样的这个手感 他们就在往这个房子上去抹这个 让这个房子变得光滑起来 就像是摸岩石一样 这个工艺好 这边这个干水泥 都是女士来干 这个也是非常厉害 这个大姐也是练出了 建树的肌肉 非常建树 这个马达姆也厉害 推这么一车泥 推过去继续盖房子 泥土还有黏土把它塞一块 石头在一块塞成砖 把砖垒起来之后 再往上面再去填满这个泥土 然后建好之后 他们就往上面抹一些 滑石粉 这类什么东西 它变得非常非常光滑 摸起来就像整个岩石一样 你看手上全是全是整个粉的手感 现在是这个房子 已经用石头还有泥把它抹好了 然后上面就撒点水 养护一下 防止开裂 他们拿砖起完墙之后 这边的马达姆就开始 把这个起完的墙之后 抹黄泥 黄色泥板 这可能是有防水 或者还有美观修饰的作用 再来做的造型 壁虎 这是个海龟 因为这个远离海 海龟是海里面的生物 都是非常昂贵的 曾经这个贝盒都作为货币 然后这是一条什么 我说是鸡 每个女人都做的装饰 每个女人都做的装饰 整个村庄 整个房屋都是女性建成的 前面都是女的在建 然后没有一个男的 还看起来干起活了 多勤奋 整个村都在外边在盖房子 然后刚才后面是土建筑 这一伙是装潢组 正在给这个房子去绘画 然后在上面涂这个岩石 这个是拿岩石磨成的涂料 就是非常原始这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代了 他们不愿意用游戏 可能因为这个东西比较环保 在这闻就是有油骨牛粪的味道 然后就没有别的味道 这东西应该假全不会超标 那边土建筑有十几个人 这边装潢组的也差不多 都有几十个人 他们整个干活挺快的 这都是粉上好的 摸起来就像是整个石头掏的一样 谁能想到这东西是拿土做的 他们也不容易 这马达姆这么热的天 在外的巷头干活 真的很辛苦 你们说女生那么辛苦的 在盖房子 这边男士在干什么的 我觉得男士也很辛苦 很辛苦 非常辛苦 这个小哥们是在太阳姐 非常辛苦的思考 思考整个世界的局势 这几个大哥在这边也是非常辛苦的 这边去思考去怎么样去划分世界的格局 后面的大哥在为整个世界的经济去操劳 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 你的干活 这男的也是挺忙的 忙着动小孩 看来这个男士也很辛苦 我现在没有别的想法 单纯就是想在这个村买一套房子 这个夜 然后自个儿也去每天去忙碌国家大事 把这个轻松的工作交给女性 当然我喜欢这个村 肯定不是因为这个男女的分工方式 主要是因为建筑 建筑 喜欢建筑 这个有点帅 所以说男的也不是一无是处 无所事事 你看这个早期的男的是要出门打猎的 所以说女的盖房子男的出门打猎 这是他们的弓箭 这个脸怎么画得有点吓人呢 看小朋友剩下来天生的睫毛就是那么卷翘啊 不好 一个小朋友 我看拿着几个红面包 我看看 这个小朋友拿着个红面包 这个就是红面包的果实啊 这个东西相当好吃 酸酸的甜甜的啊 就像面包一样 猴子爱吃啊 所以叫红面包 我猜是这样 我猜是这个意思啊 我不知道 但是我挺喜欢吃的 看这个小姑娘带的小弟弟啊 哈哈他们这个也是这个玩具也是很有意思啊 哈哈 咱们所推荐的小dot 咱们容易倒闇的小 serie 咱们再吃满面的小酒 肚子都给你散开了 需要翅自米 咱们到这个地方 联合 在一个那一代的地方